教修行 落实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 打官师傅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610 以患修患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又烦恼无边 誓愿断 将自性般若至 除却虚妄思想心事业 虚妄思想心 简称妄想 极为烦恼 烦恼本身就是虚幻不识的 你却偏偏从你的心想出来 你认为你有一件事在烦恼 我也不否认 那为什么它是虚幻的呢 因为事情是会过去的 解决问题是解决 不解决 也是解决 有时候可以用金钱来解决 有时候可以用人情 有时候你只要用时间来解决就好 好沟通 我们就解决 不好沟通 怎么讲都讲不清 怎么办呢 透过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人很奇怪 你想跟他谈 他不愿意 有一天 他自然主动要跟你谈 这 就是用时间 时间是真实的吗 时间是虚幻的 那是因为你的根气不够 我才跟你说事情将会过去 才用这句比较通俗的话安慰你 很多的东西不要勉强 包括你的问题 有误会 可以讲开最好 不能讲开 就不要再抱怨 伤心了 因为你已经做到了 做到了就好 我们习惯被既有的模式绑得死死的 绑得自己动弹不得 如何用你的智慧去除这个虚幻的幻想呢 这就是一种功夫 需要有正见 否则 你做不到 所谓没有能力 指的是没有正见 故不要小看正见二字 正见不见力 你根本进入不了修行这个门槛 过年七天年假 有很多同学要去参加禅修 你们都想带手机去 还说带了不会打 你们很假 那不要带就好了 既然连科技都要符合人性 又何况禅修呢 我一定会让你打 与其你偷偷地打 不如让你一天固定打一通 等晚上吃完晚饭之后 一边欣赏明月 一边打电话 方法有很多种 当它真的没有办法断 就用其他的方法 其实 不是不能解决 只要你善用的巧妙 它就会处理得很好 你也不要想 我参加七天 孩子不知道吃得怎么样 家里不知道怎么样 你们真是慈悲 可是 那不叫慈悲 而是烦恼 我常讲烦恼断 其实是一个浅巧的说法 就像我们说断无名 亦是如此 并没有一个无名可以断 因为无名本来无 烦恼本来无 你的心事本来无 因为它都是患 不需要你断 你只要知道患就好 知道患的那一刹那 你的决性就起来了 你就不会被迷惑了 如果有人诽谤你 该怎么办 反正就是患就好了 你会觉得这么简单 本来如此 这就是一笔勾销的方法 你所有的问题就都消失 但它是患 不是不要处理 而是你反而内心更清静 你处理那个事情反而更加清楚 更有智慧 处理的那个结果无论怎么样 你都无碍 其实并没有处理 因为它是患 所以叫以患修患 虽说它是患 但是它有缘起的因缘 你也不要觉得你在处理那件事 那样才比较轻松 你也不要觉得你在解决那件事 这样才没有挂碍 你也不要觉得你在帮助别人 你不用那么累 生小孩就养他们 反正是生一大堆患 养他们也是患 明白这个概念 妄想就除了 也不需要智能了 因为有妄想 我们才讲智慧 当没有妄想 也不用谈这个问题 故开悟的人 一定不会说他开悟 自说开悟的人 必然不悟 问候思维 如何明了一切皆换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